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在等什么 冥冥之中 耳边有个声音 一直陪着我 让我不再怕耳朵 太阳雨故意洒落我的肩膀 想起了什么 消失在哪里听过 不自觉的 总要眼神显然 祝你的我 下一秒钟 你抬头对我笑着 说各自拗口 我 几米以后 黑暗就自然而然 拥抱坚守 我 是长眼不由衷 但遇到你后 一切变不通 遇到你后 星空一直在身后 遇到你后 才学会爱的自由 想对你说 只要有你就足够 用整个宇宙也不换 你的红豆 遇到你后 连太风都温柔 你在怀中 那感觉永远不想放手 就送窗外 银飘地动 和握着你的手 没有害怕的理由 欢迎来到新一天的金曲馆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有些阴天 云像是醉掉的蛋花一样 飘在蓝色的汤上 一不小心就陷落轻中了 黄瓶到了 黄瓶到了 没有啊 怎么了 没事 今天的第一首歌 是一首很趁这晚天空的 经典歌曲 最好要开着车窗 吹着阴天的风来听 来自徐冠纯的沦陷 词曲一金 一位非常神秘的词曲作者 这好像不是细节的声音 徐冠纯虽然发了新歌 但大家还是更喜欢你写的那首 忘了吧 太巧了 一会儿林阳夜空下的梦上线 不知道徐冠纯的新歌 还能不能留在网上 林阳很意外 你会愿意给他这个信任写歌 现在网上都对一斤非常好奇 都有超话了 西姐一直想要邀请你去做采访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没有 我知道 你向来不想让一斤的身份暴露 但是西姐和咱们都这么熟了 我们会做好保密工作的 不会让别人知道 现在很多留言问我们 为什么要突然换主持人 怎么办呀 要不下一节一开始就直接说 我是代班主播算了 霍芳 你继续打电话 好 吴燕 你能不能不要自己改辞了 一会儿第二段赵长继 听我给你指示 好 对不起 迟到了 西姐 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啊 太赶了 路上把手机给摔了 吴燕 歌曲马上就要结束了 想个办法 自圆过去 好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 二七点一金曲馆 刚才有许多的听众都在问 为什么今天主播的声音变了 其实是我们节目组想在开场的时候 跟我们的听众玩一个游戏 测验一下我们听众的耳感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大家好 我是聂希 能够分辨声音的音色 才更能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 可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耳感都非常的棒 总有一个人永远在你心里 总有一件事在你的脑海中挥视不去 喂 好久不见 我今天有时间 一会儿见 果然 徐冠纯的经纪人打电话来了 他们听到了夜空下的梦 想邀我们去聊一聊 估计啊 是要来追问我们 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给他 到时候怎么说 实话实说 他的声音不适合 恐怕他们没有那么容易接受 我先送你回家 送我到附近的公园吧 我坐一会儿 你结束后来接我 希姐 你没事吧 没什么大事 全组每个人写份检讨就好了 第一次做主播台的感觉怎么样 有点说不上来 因为刚刚太急了 那我问你 如果今天我一直没有到 你会怎么办 就一直念稿子 做一期不接观众来的 也没有任何互动的节目吗 这个 今天你是很勇敢 但是不要瞧尾巴 这里不是校园广播 对于主播台的位置 你还远远都没有准备好 自己心里知道吧 嗯 我知道了 我会努力的 希姐 好了 你可以下班了 快去上班了 那我走了 希姐 来找你的 不是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他 那现在我先走了 拜拜 喂 我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 我不想接 你怎么找来这儿的 陈寅告诉我 吴燕 我和许倩真不 你们俩什么样 跟我没有关系 吴燕 我去吃了 我吃了 你不想接啊 你不想接啊 我去吃了 你不想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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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看回忆里 风火漫天 甘愿沦陷 却逃不出生天 沿途顿转斜 不准磨灭 蔚蓝的从前 回头已被覆盖大雪 爱怎么融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说话 晚安 回后跑见了 最后呢 我们总结一下 人本主义治疗模式最重要的理论 一 人都有自我实现的倾向 罗杰斯认为 人天生就有一种基本的动机性的驱动力 我今天在公园里见了一男的 绝了 简直就是第一眼男神 同说无凭 上图 我没敢拍 当初恐怖战纳新的时候 连新一届校草你都敢直接让人家填爆明表 还有你不敢的事 那简直不在一个级别好吗 同学们 下周再见 大家中午好 我是主播许倩 今天先为大家带来一首刚刚发表的新歌 这首歌是由乐团新人林杨演唱的 前两句子 你愿意耶 冲淡当初 你愿意的打开 你愿意的我有一一颗心 你愿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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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否有一个心 你愿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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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吝点声 泪水像淹没在心寒的水晴 继续在飞行的淡上 多好听的歌呀 我给你查一下 你这职业片 你直接发情机问许倩不就得了吗 我不 我已经和他们划情接线了 是一金啊 果然 他这次怎么又没在自己的主约里面 发布预告啊 都冲到榜单第二了 这次又能让这个林洋一炮人红了 又是你家一金 你说一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当初就因为一首歌捧红了徐冠冲 但是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这次又和一个新人歌手合作 太神秘了吧 你说他会不会是个作证 或者是个语文老师 或者是个变态 你才是变态呢 不许误辱我的偶像啊 我这是表扬他呢 低调到了几乎变态的程度 你见过拿这个词来表扬人的吗 一批扬扬了是不是啊 行了行了行了别动我了 你别动 你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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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ú obligation 好 多忙 好 好 这片 pharmacy 这个我要提的 freshly 你这么烦的 是 badly 挺不开心的 他开不开心跟我没关系 现在夜空下的梦这首歌 热度已经要赶上 徐冠纯的新歌 他们那边宣传很费力 觉得是我们在打压他 我跟他们解释了 是他的声音不合适 可他们不理解 觉得是我们在找借口 这是公司要解决的问题 念琴 你太不近人情了 这要不是我了解你的脾气 换个人早被你气死了 我还有事 先去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有事 你们俩吃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mism metric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两个时间久的呢 就像老夫老妻一样 你见过哪对老夫老妻 天天说我爱你的 所以魏昊其实压根儿 没有明确地说她喜欢你 喜欢呀 不一定非要说出来吧 那 你说 之前她会给我买早餐对吧 会陪我去逛街啊 宿舍要关门来不及 她会去骑车去接我 这难道不叫喜欢吗 那你说过你喜欢她吗 告白在你看来 可能就是那种 没有意义的仪式感吧 但是你明确关系 靠的就是这个啊 你不说 他也不说 你们两个人互相猜 猜着猜着就把对方给猜美了 我 那如果相处了这么多年 还需要用我喜欢你这几个字 来特别强调的话 那不懂于白相处 现在也的确是白相处 哇 那我就可以心无旁骛地 嫁给一斤了耶 我好开心啊 想哭就哭吧 为什么要哭啊 我的新人生就要开始了好了 那 那电台的群消息 我现在要走到实现人生梦想的道路上 专注没有空让你听听 美女宣称自己是作词作曲 加一斤自破 与明星徐冠纯恋情 我 这 千 这 一斤 居然是女的 怎么会突然爆出来这种假新闻 麻烦你们了 这么晚还在加班 谢谢 唱片公司晚点会发一个官方公告 来澄清它是假的 但是 现在徐冠纯的热度太高了 恐怕没有办法阻止假新闻的发酵 到时候大家关注的都是花边新闻 记住了假遗迹 我真的很好奇 现在有一个女人在冒充你 你一点都不着急吗 你把眼睛闭上 你不是 这就是我的世界 这里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这些我想写的歌 已经是谁 并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吗 当初 你也是这样闭上眼睛 告诉自己不重要的吗 太晚了 我为什么取名叫一金呢 一袭一金是在我身上发生的那些 那些暧昧有温暖的故事 一股一金呢 又是我自小受到国学文化的熏陶 却在国外得去多年后 思想冲击与交汇 因为这两者还以换名一金 俗不俗 肯定是假的 干嘛呢 一金炸的 这剪刀现在怎么样了 之前你跟我说 想要邀请一金做访谈 可人家一直没来 怎么这次人家就直接直播了 这个一金是假的 假的 怎么可能 真是假的 我保证 真的一金他 反正我一定会邀请他来做一期节目的 好 我等着 否则 我可不得不怀疑你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我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真面目 不是低调 是我喜欢原来的生活 公众人物的生活不是我可以附和的 但 其实第一首穿这曲《人献》是我跟他的定情作品 是以男性视角写的 是他跟我说 我们第一次在茶园上见面 他第一眼看到我的感觉 我很感动 所以写这首歌给他 可是他现在却否认这一切 还说我根本就不是一金 是 西姐说他们主任已经下命令去邀请那个假衣金做访谈 他现在骑虎难下 我知道你无所谓 但是念钦 你能不能至少去一趟电台 让他们知道那个女衣金是假的 不能采访 念希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当帮帮我行吗 看着你那那么专心 我在看有没有明星来我们节目 一般明星来的话 微博会提前发预告的 可是这次怎么那么奇怪呢 你问方方姐她们这一期的嘉宾是谁啊 她们也都说不知道 反正明天没课 你去看看呀 你家一斤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该相信你谁了 如果唱评公司说的是假的话 那你真已经在哪儿了 所以嘛 我还是相信那个女的 谁会拿自己的清白造谣啊 通知 明天上午八点 请大家证实到主楼阶梯教室集合 辅导员将安排实习事情 又是实习的事 那就麻烦你帮我点名吧 你还真是一心都铺在电台实力上 爱妞 好 年纪轻轻就主拐 余晓鸿来念 我自己上语就行了 我自己上语就行了 你不用下来 左车靠里第一列 从上到下第二行 我知道了 是她 我自己上词 居然是个盲人 她的眼睛好漂亮啊 请问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 谢谢 不用了 谢谢 左车靠里第一列 从上到下第二行 真相是在做贼 赶紧回来 老周说结束前不出现 这寻分就没了 你赶快 七层先死我 真的不想走啊 喂 方方姐 我得赶紧回到学校了 嗯 十层天斯罗 苏先生 念钦 我跟着小陆走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请 所以就业面试 考研面试和公务员面试 试试集这三大恐惧为一体 有一部分学生啊 已经自主联系到了实习的单位 剩下的同学 学校会给你们安排两家单位去实习 一组呢 是去高度戒备监狱 另一组呢 失去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听说你要去那个高度戒备监狱 是主动申请去高度戒备监狱的 什么是高度戒备 成音 就里面全是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 李伟 杀人算 我一天有 犯狱的走私都绑架的 要不要一起 王静 算了 这个佼佼人 我把你吓着 桑无烟 你准备取哪一组啊 特殊教育学校 好 剩下的同学把名单都交给班长 桑无烟 你给我来一下吧 我 好 大家早上好 这里是FM二十七点一金取馆 昨天呢我们给大家预告了 今天会有一位神秘人物到访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 就是著名的词曲人一金 大家好 我是一金 一金 我想问一下 前两天有人在网络上冒充您 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您当时 为什么不出来 辟谣呢 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 他们怎么想 我无所谓 那为什么您会想到要走 词曲创作这条道路呢 小的时候 是有写歌的梦想吗 只是喜欢音乐而已 以前没有想过 那么面对这么广泛的歌迷群体 您为什么要选择 刻意地回避公众呢 为了保留私人生活空间 只是因为这个吗 嗯 只是因为这个 那既然这样 我很好奇 为什么您这次 又选择接受采访呢 因为觉得亏欠了我的歌 这首歌 这首歌以这样的方式被大家听见 是我师子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是要考研吗 我 我不想考研 我也没打算做心理咨询师 我更喜欢现在电台的工作 这一点我很确定的 可是读研究生 也不一定要职业嘛 你可以像你爸一样 走学术路线 老师 你倒是快着点训我呀 说不定还能赶上厅一点呢 你去读研究生 也依然可以在电台这边 做兼职的嘛 桑老师这边和师母 都很期盼着你回家那边去读研 我知道你有理想 我很理解 也很支持 但你也要顾及一下 你父母的期盼啊 老师 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 专业的电台主持人了 并且想要完成一番成就的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吴妍 你就一定要赌这么大吗 我想赌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那老师要是没有什么 不来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啊 还没说完呢 实习这个事啊 很重要 会直接影响你毕业的 我会努力实习的 老师再见 对了 老师 那个 我不想考研的事 我想亲自和我爸爸说 您就 放心吧 谢谢老师 马上再见 老师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作为主播撕心想问 您平时听广播的时候有什么喜好吗 不太喜欢听到 不太喜欢听到 刚好有人顶我不想听的歌 今天非常感谢一斤先生在百忙之中 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不客气 是 是一斤 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居然是一斤 你跟你说什么了 你知道我们今天 节目的嘉宾是谁吗 你知道我们今天 节目的嘉宾是谁吗 是一斤哪 如果我在电台里 我就可以看见一斤 我居然错过了一斤哪 所谓的本命魔咒 起爱吧 起爱吧 起爱啦 这一斤 道歉的话不必再多说了 在这个行业里 大家都各自有难处 绯闻就像烂泥一样越脚越脏 想轻者自轻 没那么容易 我会跟他说的 放心吧 看他弟打电话来道歉 态度还挺诚恳的 以后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好吧 那我先送你去学校 同学们 我们都知道 汉语盲文是由生母和育母两方相配 组成的一个汉字 由两到三个汉字构成词语 由词语之间 组成完整的句子 由变成完整的 而有的词语和词语之间 需要进行分词联写 今天 我们就来练习 数词要如何联写 苏老师 对啊 小薇 十二这个词 是数词 要记得联系哦 我知道了 真乖 好 好了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再见 苏老师 我不认识吗 好像不认识 需要帮忙吗 需要帮忙吗 我们见过 在电台 对 在电梯里面 我是这里新来的实习老师 我叫桑无焉 那苏老师呢 苏念青 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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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怡 青 苏念青 那苏老师 你知道准备办公室怎么走吗 跟我来吧 好 慢点跑 等会儿吧 慢点 慢点 慢点跑 慢点跑 我们下车 没有 我们下车 若耳朵和承诺没碰面 若心愿和未来没皎洁 也许这样 我们才能 像从未发生 轻易翻遍 当永远还没有那么远 当拥抱还和爱有关联 透支了一切 独不确定的明天 留意地幻没办法远 谁愿沦陷 放弃了主动圈 交出岁月 只交换一句抱歉 诗篇只是坚决 不听旁人的劝 眼看回忆里 烽火满天 甘愿沦陷 却逃不出生天 沿途的伤 转转写不准磨灭 蔚蓝的从前 回头已被覆盖大雪 爱自莫 扭解 i.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